在跑道的部分先來看一下 第三跑道是來自於國立體大 第四跑道是來自於台灣體大 第五跑道是來自於台灣師大 第六跑道是來自於國北教大 第七跑道是來自於高雄師大 第八跑道則是府人大學 在跑道的安排上 在田徑規則裡面也有它的規範 通常我們最好的成績會擺在第四道 那依序是第五道 然後再來是第三道 第六道 然後第七道 第八道 再來就第二道 第一道 那這是在於這個選手進入到終點 完成比賽進入到終點的時候 可以形成一個這個箭頭的方向 進到終點 在終點攝影裡面也可以看到 這個很明顯的這種 名次的一個分別 那就是在國際田臉裡面 這樣規範的一個用意 這是比較特別的一點部分 是 是 不會說第一名就一定要排在第一跑道 這個沒有 對 那其實在跑道的這個過程當中 因為它有彎道 彎道就有離心力 是 那其實最好的這個 離心力最小的 這個應該是在第八道 喔 第八道的這個離心力是最小 它因為弧度大 是 所以其實它在跑方面會比較好一點 那彎道如果越內到 它離心力越大 那對於跑的技術就要更好 所以我們 其實通常第一道是 當然就是長距離跑第一道有優勢 那如果跑快跑的話 這個短跑的話 我們還是像四百公尺的接力 有時候排在第七道 也不是壞事 對 如果你有實力排在第七道 離心力小 那這個在接力的時候 其實可以獲得更多的這個優勢的一個方式 那這個都是看選手在跑彎道的技術能力 也很重要的 尤其針對兩百公尺 跟這個四百公尺接力的選手來講 是一個課門 一門課這個課程 必須要好好去學習 掌握這個彎道跑 那剛才所說的這個 彎道跑的這個離心力的部分 其實自己在跑的話 應該就會知道 你在這個彎道的時候 你身體必須往內傾斜 對 這個動作我想講 講出來之後 應該觀眾朋友們會比較容易去 了解 那這樣子的這個傾斜的這個控制 在訓練當中 會怎麼樣去做這個調整 是 那當然教練在這方面 方面都會這個要求選手在擺手 還有身體的自然內傾 跟腳板著力的這個 腳板的這種位置重心 會處於在什麼階段 對 我想短跑的教練應該都會有 掌握這樣的一個專業的一個 指導能力跟這個資訊 對 比賽開始了 這是公開女子組 一千六百公尺的接力決賽 對 加油 那另外一點就是在於 這個四百公尺 她每一個道次分道的話 她的全身數也有七公尺 這個應該在四五十的 這樣的一個距離 去很斤斤計較的去要求選手 盡量跑在內圓一點 但是你又不能踩到白線 當一踩白線 這個選手就犯規了 對 那整隊就失格了 所以這也是一個 平常在跑的過程當中 必須要掌握的一種 技巧能力 是 那因為短跑接力啊 都是些微的差距 尤其在國際賽啊 或者全國這個重要的比賽裡面啊 那 大家都是些微的零點幾秒的一個差距 能夠 多少跑幾公尺 那都是必須要去掌握 尤其像長距離 這個五千一萬啊 如果大家都在同一群體裡面 你跑外側 你跑第二道 你跑了一圈 你就多跑了七點多公尺 那是不是差很多啊 這樣差非常的多 所以這個經濟的一個 這個效益 我們選手還是要掌握住 尤其長距離 越有影響 那個八百千五千一萬 這個跟著群體在跑的時候 都要特別注意 盡量還是跑內側的 下一排喔 在第一道的是 國力體大的羅佩玲 羅佩玲也是 四百公尺的這個好手 跟四百公尺跨籃的這個 全國的這個冠軍 那 緊接在後的林育傑 也是我們這個 比較年輕的這個 台灣體大的這個 四百公尺的好手 對 那老將林靖賢 現在廖敬賢在白米 兩百都是非常傑出的 他四百公尺接力也是 一千六百公尺接力也是成員之一 相信他的速度能力 平常也要練一些速耐 所以跑三百啊三百五啊 這些課程對他們來講 都是必須要準備的一個過程 沒錯 現在看到的是 謝怡婷跟廖敬賢 兩個人在做這個 第一個位置的爭鬥 不過剛才廖敬賢 稍微有追上來 不過廖敬賢是馬上加速 不過在這個 最後一百公尺要 交棒的這個部分 這個體力上的維持 還是一定要有的 佳運賢 還是在速度耐力方面 還是表現得不錯 現在選手 左手接棒 趕快再換到右手 來做磁棒 是 來前面是 台灣體育運動大學 這個余思平 那跟在旁邊的是林彥彤 那現在第三名的位置 應該是這個台灣師大的潘沛羽 現在前面兩名 想到競爭了 是在 這個四百公尺 如果在速度上 前面雖然領先 但是有時候速度過快 到最後面的這個五十公尺 往往速度會掉下來 對 那是因為你的這個氧氣 已經耗得太近了 沒錯 所以保持一個 穩健的配速是很重要的 現在看到是台灣體大余思平 現在追上來了 這個體力的部分 還是比較好的 對 所以他是 穩健的這個步伐 在 這個配速過程當中去完成這個 四百公尺的一個跑的技術 最後的成績是 三分四十八秒三七 我們恭喜台灣體大 蔡子涵 林玉潔 廖靖賢 余思平 是位選手 獲得這一個 一千六百公尺接力的金牌 嗯哼 那麼第二名呢 剛才看到應該是台灣師大 後來居上 是帶跑在了第二名 最後一棒是潘沛羽 那超越了國力體大的林彥彤 在這邊要再度恭喜金牌的台灣體大 我們先稍微休息一下 廣告了之後呢 再回到比賽現場